今天我爸媽有來現場 他們很瘋狂 他們竟然從 以藍標來嘉義 對啊 因為他們跟那個 國姓老闆是好朋友 然後就標來嘉義 然後比我媽還早到 然後我剛來的時候 他們還是在散步這樣 結果慢慢的散步回店裡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的人生當中 獨立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從小就 我們家就有一個小孩 我是獨生女兒 然後我爸媽也不太 不太疼我 也不是那個意思啦 就是反正 沒有啦 我爸媽不會很嚴格 只是就我沒有什麼玩具這樣子 我小時候家裡就是很多書這樣 因為他們都是 很那個 很不好清淨的文藝青年這樣 對 所以我家都是書 然後 又沒有 就是我們的飯局啊 我們吃飯的時候都要聊 比如說聊電影啊 聊 而且是那一種 就是 就是 比較不好清淨的電影 文藝片啦 對啊 因為我爸他自己是拍不好清淨的電影出來 所以就 就會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 社會觀察 政治議題啊 對不對 我從小就是這樣子 對啊 然後長大之後 然後大學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離家 在外面住 而且還是有一點點 因為 因為我 我念那個 台北的淡江 在淡水那邊 然後那時候我家住在淡江 離我的那個中文系的戲館 兩分鐘的路程這樣 然後我就 覺得不行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搬出去住 那我叛逆起教完 就是大學的時候才開始叛逆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 我一定要搬出去住 我就 去 百次大打工 然後租了一個 離戲館五分鐘的房子 這樣 就比較遠 對啊 反正 反正就很叛逆啊 就不管怎麼樣 就是沒有辦法待在家裡 可惜 因為我搬出去住了之後 然後 我的室友 剛剛有一把吉他 然後就 他那幾個人會彈這樣 就是在那邊練習 然後我就 反正也無聊嘛 但是大家都在那邊打麻將幹嘛 我也不喜歡 每天跟他們在那邊打麻將 然後可是又 又很悶 你知道嗎 其實住外面 有時候說真的還蠻孤單的 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然後 打工什麼很累啊 課業很重啊 對未來 絕對沒有辦法 就是很渺房這樣 對啊 之類的 所以我就開始接觸吉他這個樂器 沒想到一談之後 我現在我那些室友都沒有 沒有在談了 結果我繼續談這樣 就是談到現在 所以一切都是音錯陽差 我如果沒有做那件事情的話 我現在不會坐在這邊 表演給大家聽 那 對我來講 那都是一步一步 獨立的路程 然後 在這樣的路程中 慢慢找到 屬於我人生的 就我真的可以做下去 做一輩子的事情 就是現在那邊 做和寫歌 然後表演給大家聽 這樣子 對 這就是我的歷程 那 獨立日這首歌 它就是在講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當然獨立的層面是很廣的啦 不過 就是獨立這件事情 本身的重要性 好 接下來呢 下一首歌 我已經很久沒有表演的時候 講這麼多話 你知道嗎 因為平常 對 平常表演都是 比如說45分鐘一個小時啊 然後又想要唱很多歌嘛 就比較沒有機會 可以慢慢的 講 歌的故事啊 或是關於我自己等等 所以今天真的是蠻難得的一個機會 對啊 好 下一首歌曲 呃 叫做 我還是會害怕失去 我還是會害怕失去 走了以後 我們或許還是一樣 我們或許還是一樣 往上承擔著世界的重量 往上承擔著世界的重量 啦啦啦啦啦啦啦 還不曾想像 你不在我身旁 啦啦啦啦啦 還一直相信 你對我說的話 你說如果有一天 放下了最重要的人 是我 想去的地方 就算你已不在 你說沒有什麼 永不變 但你不會忘的吧 我還是會害怕 失去你 我還是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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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如果有一天放下了最重要的人是我 想去的地方 就算你已不在 你說沒有什麼樣能不變 但你不會忘的吧 我還是會害怕失去你 Long...Long... 謝謝 那個...